只要进入到了大圆满 再接着一次灌顶 就完全能够进入到分神起 那时趁着杰雷还不大事 就断开因果 从而顺利地离开 他甚至都找了一个顶替之人了 到时扔一个修真者在杰雷之上 让杰雷去轰击那个修真者就行了 杰雷当然是更加的庞大 这时又向着陶天宇轰击而去 来不及多想 闭上了双眼 陶天宇运转着自己的公爵 希望的是借着涌入的庞大真气 轰开壁雷 可是等了一会儿时 全身被一道更加猛烈的杰雷 轰击了一下 直接是把陶天宇打得全身发颤 然后就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内脏 也是受到了重创 好厉害的杰雷呀 这第二道的杰雷非常的强大 陶天宇一是吐出了一口鲜血 可是再看看他的丹海时 陶天宇疑惑了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着自己盘坐的地方时 就发现真气仍然是从自己的身旁 冲进了大地之中 这是搞什么 陶天宇想骂人了 完全弄不清楚情况了 这时的王小飞却是另外的一种情况 就在这道真气冲入时 王小飞就明显感受到自己的真气量在快速地提升 本来也是助击后期的人了 一般情况之下 稳定修为需要大量的时间 可是王小飞发现真气一进入体内之后 就冲了过去 把原来的那些经脉完全地拓宽 就连丹海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 这还不算 大量的真气之下 直接就把王小飞的修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真气的作用之下 助击后期的壁垒也被轰开了 一声震耳的响声传来时 王小飞恶然地发现 自己的修为竟然已是进入到了 助击大圆满 这么快 不过王小飞也有一个新的发现 无论是再强大的真气量到来 只要是破开了一个壁垒之后 多出来的真气都会自动散去 并不会留存在体内 再多量的真气也不会帮着冲击第二道壁垒 灌顶竟然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向着体内看了一阵时 王小飞苦闷地发现 竟然并没有准备一颗结金丹 哎 算了 能够有那么一些好处也不错了 王小飞倒也并没有纠结这事 不过神识感受了一下灌顶法宝时 王小飞相信这法宝里面 还有着大量的真气 不管了 只要在灌顶自己就接收 我倒是要看看 没有进入到金丹期之下 结收来的真气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王小飞非常郁闷 因为自己没想到这么早就能够进入金丹 把丹药都卖了 没有留存 而陶天宇这时也感觉到更加不解了 感受了一下自己的体内 再看看地面 陶天宇掏出了一些丹药浮了下去 根本就没有多少时间去细想这事 劫雷正在生成出第三道 他需要的是判断自己现在是否应该再接受灌顶一次 其实这也只是一转念间的事情 根本就不容他多想 事情都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了 他不接受的话 那个好不容易存集了大量真气的灌顶法宝 就会被天道的力量轰击毁去 向着灌顶法宝看去时 果然就看到法宝也有些残损 只能再次地灌顶了 首诀再次展开 陶天宇操纵着灌顶法宝 向着自己第三次注入真气 王小飞这时早已把两丝的先能收取了 这时他也不知道 接受了真气的灌顶之后 会不会有新的变化 也只能是玩乐性地接收一下了 两人都在准备 陶天宇这次也是多了一个心眼 就分了一丝神识 想进一步地了解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哄 这次从那灌顶法宝中出来的真气量 就更加地庞大了 王小飞这时也明显感受到了 真气量非常庞大 他根本来不及多想 只能是把托凡诀展开 尽可能地想把真气纳入体内 从而去攻击进入金丹的壁垒 谁都知道 结金丹就是一种能够瞬间帮助自己进入金丹期的庞大能量丹药 现在这里的能量这么的庞大 自己没道理不能够冲破壁垒 对了 就在这时 王小飞的心思一动 结金丹肯定是承担中的一个必须的丹药 并没有听说过谁不用结金丹就能够进入金丹期 所以没有结金丹是不可能承担的 既然是这样自己就得把结金丹也用上才是 怎么用呢 王小飞也来不及多想了 快速地从戒指里面把用来炼制结金丹的灵草拿了出来 这次王小飞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炼制结金丹 他有一个想法 就用身炼的方式 借着这庞大的真气来进行炼制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自己今天很可能真的就会进入金丹期了 身炼是传承中的一种理论 其实并没有成功的案例 王小飞也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的一种办法 丹海之中 这时已是灵火生腾 然后那如意炉被王小飞就架设在了丹海之中 那些灵草被王小飞用强大的真气催动之下 化成了液体 就被它吞噬进去 然后就用真气引导着进入了丹海之中 太快的速度了 王小飞也知道现在是抢时间的事情 也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否成功 反正就算是失败了也没关系 大不了就是浪费了一些灵草而已 宁神夜 王小飞也吞了一些下去 这次王小飞希望的是 靠着宁神夜的加成能力 把丹药炼制出来 外面的一切早已不再关心 王小飞整个的心神都沉入到了丹药的炼制之中 丹海之中源源不断的真气进入 王小飞有一种快要爆炸的感觉 整个的炼制过程都在体内进行 药液在浮空流动 如意炉在灵活的燃烧之中 亦是开始了炼制 这样的炼制方式靠的就是最为庞大的真气催动 就在王小飞把所有的灵草业都投入到了丹炉之中 宁神夜也投入到了里面之后 庞大的真气 仿佛找到了一个进入的地方似的 向着丹海的丹炉而去 接引法宝被王小飞隐藏在了那灌顶法宝的身旁 不注意时根本就不会发现 陶天宇要面对着劫雷的轰击 哪里会细细地观察灌顶法宝 所以这次同样没有例外 庞大的真气冲进了王小飞的体内 果然真气并没有推动着王小飞的真气 向着壁垒而去 瞬间就涌入到了那么多的真气 由于没有壁垒可以冲击之下 这些真气眼看着就将要散意 去 王小飞奋力催动着真气时 就见那源源不断的真气 向着丹海的丹炉而去 哄 本来身炼之时就需要大量真气的 王小飞的真气现在正是缺乏 这源源不断到来的庞大真气 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了 丹炉这时猛烈地燃烧起来 那些丹炉中的药液 这时也以一种快速的方式融合着 这就是身炼的一个好处 只要是有着足够的真气 炼制的速度就不会慢 甚至能够加快无数倍 神石沉入到了丹炉之中 王小飞又发现了一个身炼的好处 在这丹海里面炼丹的话 神石是无处不在的 可以完全看清楚丹炉里面 药液的融合过程 一眼看去王小飞发现某一处地方还没有到位时 引导着真气就到了那个地方 蒸活之下那里的融合变得顺畅了起来 太快了 本来需要几个时辰才能够炼制完成的一炉丹药 这时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再生成出来 王小飞并不去管外面的事情 甚至有着几丝先能也没来得及去收取 陶天宇这时确实感觉到了一些异常了 一口鲜血再次喷出之后 陶天宇整个人都已衰弱了下来 三道劫雷并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 本来劫雷是轰击灌顶法宝的 那法宝的硬度自然是有着一种天道的计算方式 自然就会判断成 比陶天宇这个原因高手的修为更加强大 所以劫雷可是比陶天宇以前承受到的劫雷强得太多了 就算是陶天宇修为高深 也有些吃力起来 再次的劫雷轰击之下 本来以陶天宇的想法应该是能够承受得了 也能够把他的修为至少推进到分神中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这时陶天宇有一种抓狂感 神石就向着地下探查一下 可是还没等他探查时 他就发现劫雷这次生成的更加的快速 没时间去看了 现在摆在陶天宇面前的就是 逃离还是继续的问题 不甘哪 陶天宇策划了这么长的时间 今天他是无论如何也希望进入到分神期 只有进入到了分神期 他才有着真正成为统帅的资格 聊天宇